專家 我聽說大陸的道路有一些是BOT的 就是說給民間去興建 然後興建完畢之後 比如收賄或怎麼樣 這部分請大家來瞭解一下 那第二個就是大陸的計程車 它的匯用收賄的情形 是不是也是由當局來訂的 或是說有什麼單位來訂 再來就是我去過廈門 那下腦做工之後一塊錢 就是人民幣一塊錢 那這樣的經營模式是怎麼樣來做 或是由政府來補貼的費用 或怎麼樣 這個部分我會救教於各位 然後交流之中也希望 把這些不懂的地方把它弄清楚 以上 謝謝 先來回答 應該有這個單位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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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關 有個請問 你有關 但是你用的是用Media的貨幣嗎 我沒聽過我 這是收費公路 收費公路 對 就是說民間興建這條道路 那你說我得夠... 我自己出資,我建完以後再政府給我錢 是不是這個形式? 我們台灣是這樣子 我們台灣的潛營系統是由公司下去興建的 興建完畢之後他經營,他來經營,他經營收會 然後經營到一段時間之後,比如50年 之後就全部都歸政府的 這個可能是我們的教法是一樣的 你前面的一個問題在我們那個地區叫做自治公務 一二三四的自,自己的自 意思就是說是自建的,自行雙敗,自行雙敗,自行雙敗 也就是說才能搞下的行 那麼這個過程在我們大陸大概是運行了二十年左右時間 現在已經沒有了 那麼這一項工作對我們大陸地區的交通建設 基礎設施建設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那麼我們物存地範圍內原理地區有兩條 那麼現在都已經持銷了 就是收費的時間也差不多了 那還貸的時間也差不多了 那麼就取消掉了 而且我們現在是大陸的要求就是各個收費站的公務 都基本取消掉了 是這樣的狀況 這是一個問題 那麼第二個問題就是城市交通 這個公車的這個使用情況 那麼我們那地方叫做公共汽車 公車是什麼呢 公車就是我們在座這些人用的車叫公車 但是共產黨給我們用的車叫公車 就是公家的車叫公車 那麼你們家裡的公車就是我們的公公 公交通就是公交車 那麼公交車的收費標準是非常低的 都是一塊錢或者兩塊錢 整個城市就跑回來了 那麼他的經費呢 主要是靠政府補貼 就是說 那我們比如說現在是汽車稅以上的 包括 汽車稅的到鄉下去 到任何地方去 我們的公交車都免費的 這個年紀大的這樣 那麼這些錢哪個地方來 就是政府的財政補貼 就是每一年政府花最快錢來改領 幾歲以上就免費了 60減半 70減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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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65 是這樣的情況 以後台灣去有沒有這樣的 只要你有 證明你年齡的這個證件 我想啊 我們國內 你們去了以後 肯定是能夠享受的 那麼歡迎我們各位的啊 我們各位長官 到我們金華來 好 觀光 旅遊 謝謝 金華佛腿 是你們的 金華佛腿 金華佛腿 很高 謝謝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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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